鄉親繼續來看 有人利用到通郵發票面頂的QR 扣 頂到發票的獎金 中華一個土修寨 他的發票到一千塊 他就跟協商通到面貨來分享 但是去頂獎的時候 獎金已經去頂獎了 原來對方利用財政部對種的APP 來掃面貨這項商品發票的QR 扣 把獎金一千塊直接放入他的口座 這也是再來用APP 頂獎發票獎金的頂獎 讀書家家的通郵發票 是到五種一千塊 但是他都找不到出來 就是這個動作 讓他的獎金背貨 原來有人利用財政部 發票對種APP 掃描讀書家 迫在民宿店面的發票QR 結果 網路上用APP掃描 對獎直接匯入戶頭的方式 然後已經被換走了 然後這個人是一位 生不生知道R開頭的男生 有男主提前把獎金一千塊而已 才有回到個人火頭 這也是過來用APP 沒有頂獎發票獎金的收雷 不過這男主的行為 可能已經修喚 可能會涉及刑法 359條是無故取得電池紀錄 然後320條是竊盜罪 導師現在我本是要拿這條獎金 慶祝生日的 還說建議 民眾想要在民宿電力的 中獎發票 還記得不能協助QR 口 那就是頂獎完獎之後 才還補上網 也可以使用分端發票 避免避忘頂 可以講一下